好那今天台北的关渡静思堂也举办了吉祥乐祈福会 有里长是上台分享社区与慈祭共同摘戒如素的历程 现场有将近300位的志工透过泛拜结合入京葬 表达了敬天爱帝与孝卿的争议 而全场上百人也是一起来为台湾祈福祈求平安 志工们用身形演绎虔诚之心 慈祭接近快60年一甲子的一个大事迹 透过我们京葬演绎来让我们的所有会众一起来了解 然后也有藉由入京葬让他们能够了解 他们也可以一起加入菩萨大家庭 慈祭走入社区传递如素互生 用祈福代替普渡 里长上台分享历程 吉祥乐 孝亲乐的这样活动 一般大家都觉得农历七月是鬼月 要准备很多祭品跟金子 那所以我们跟慈祭师姐一起来 只在推广说我们用米来代替焚烧金子 我们诚心祈求新诚哲宁 现场还有来自各地的民众参与 为众生与土地祈求平安 进来这边每一个师姐还有这些表演 感觉到这种就是好像是一种 无情中的一种正的能量正在扩散出来 让人心有一种清花的感受 带这个欢喜心来祈福 祈福世界和平 祈福就是国泰民安 方条已顺 在活动最后 大家也为这一次 受到开米台风重创的南台湾祈福 希望大家早日恢复宁静 待新闻古雅琴检员及张维祥台北报导